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聚 今天我们有几个让人揪心的故事要和大家分享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对网红夫妻 香米和阿旺 他们的二岁儿子安邹在母亲节当天在酒店永迟不幸遇腻 经过一周的抢救后仍然不治身亡 这让无数粉丝感到心痛 接下来我们来到浙江杭州 一个二岁男童在做手术前被验出感染了梅毒 经过一系列检查后才发现罪魁祸首竟然是他的妈妈 因为他有用嘴绝食物为孙子的习惯 最后我们将目光转向澳洲 一位育有五个孩子的母亲代比 一位孕毒被台湾警方抓捕 现在网民们发起了联署 希望能够帮助他重获自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星岛日报 马来西亚网红夫妻 扎斯曼·杨茜·杨茜·杨茜和可怜阿旺日前 在IT上发布了一则令人心碎的消息 他们二岁的儿子林恩泽·恩走 在母亲节当天在酒店泳池玉逆 经过一周的抢救后不幸离世 扎斯曼和贝根在16日首次透露 儿子在IC有接受治疗 呼吁粉丝们为他祈祷 然而17日晚上 他们在IT上宣布了儿子的离世消息 杨茜茜详细描述了事发经过 当时他们一家三口入住酒店 兴住母亲节 恩走在他们身边喝奶睡觉 他们小睡片刻后醒来 却发现儿子不见了 永池门也被打开 霞子门立即对儿子进行心脏急救 但由于酒店网络差 无法立即报警 最终他们抱着儿子跑到酒店大堂寻求帮助 尽管安走在宋院后恢复了心跳 但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最终在17日心跳停止 夫妻俩表示这是一场意外 并呼吁大家不要相信任何谣言 星岛日报浙江杭州一名二岁男童 浩浩一小手术前的厌血检查 被发现感染了梅毒 这令他的父母大为震惊 甚至一度怀疑对方出轨 然而在全家夜许后 发现感染源竟然是男童的妈妈 慢慢染有梅毒 她有一个习惯是会把食物先掘烂 再喂给孙子 结果导致了男童被传染 据萧香晨报和杭州日报报等 妈妈自己也不清楚何时感染的梅毒 但医生解释说 梅毒的唯一传染源是梅毒患者 患者的溃疡肾液 血液 唾液等都可能含有梅毒螺旋体 虽然梅毒主要通过性传播 母婴传播及血液传播 但在非常巧合的条件下 也会发生间接传播感染 医生指出 由于妈妈在咀嚼过程中 可能牙龈出血 唾液污染的食物会给孩子吃 导致孩子被传染 医生建议家庭内部应做好卫生清洁 尽量避免共用毛巾 盆锯等私人物品 以防止类似感染的发生 星岛日报澳洲一名56岁的 予有五孙女的妇人 戴笔VOUALGA RISDEBIE 涉嫌运毒被台湾警方逮捕 研发了广泛关注 戴笔去年12月从马来西亚飞往台湾时 被搜出行李箱暗格藏有4公斤海洛因及科卡因 市值超过1000万港元 戴笔便称他只是收取1800美金协助运送衣物到台湾 但这一说法未被台湾警方才信 他被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源地检署侦办 近日澳洲有民众在网上发起请愿 呼吁抢救代笔 强调她是一个善良的母亲 可能面临死刑或终身监禁 并且不被允许与家人联络 请愿书希望通过大众签名提交给法院 以帮助代笔存货自由讨回正义 经济日报报道 英伟达·凡蒂将于本周三收市后公布 2025财年首季业绩 市场预期收入将大增2.4倍至246亿美元 纯利增5.4倍至131亿美元 经调整纯利增4.1倍至139亿美元 毛利率料流66.8%升至77% 在公司五大业务中数据中心业务收入 预计达210.8亿美元 按年增长3 9倍占总收入的86% 尽管市场预期强劲增长 但较去年第四季的增速并不算太高 收入预计按计增11% 纯利按计增7% 英伟达股价上周五收报仅24 79美元跌2% 股价较一年前累升203% 要突破1000美元关口 英伟达需要表现超预期 尤其在收入和毛利率上 经济日报指出 上海编制了一份无需审查的数据传输清单试点计划 涉及特斯拉Tesla上海工厂所在的上海自贸临港片区 根据外电报道 这一试点计划允许注册企业 将清单上的资料转移到海外 而无需进一步的安全评估 此举是为了应对中国二年出台的规定 该规定要求所有与国内营运相关的重要资料 在离岸传输时必须经过安全审查 上海政府在智慧往年汽车 共同基金和生物医药领域 编制了第一批普通数据类别 先管最少 特斯拉福特和宝马等公司已参与讨论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港芯片区 临港芯片区管理委员会确证了相关资讯 并宣布新计划立即升下 东方日报报道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 中国海关部门从本月起 停止日本水产品出口企业 所有加工和保管设施的注册效力 自去年8月 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 排放核污水入海以来 中国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 但相关设施的注册效力 一直维持至上月 此次措施可能对日本水产品出口 造成影响 去年11月 中日元首在美国三藩市举行会议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要求中方取消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的措施 但中国尽力未见变化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正加紧在欧美和东南亚等地 开拓替代中国的市场渠道 中央社报道 中国商务部在520前夕宣布 对原产于台湾 美国日本和欧盟的 共据巨甲权进口产品 展开反倾销闭案调查 这一调查是基于多家公司代表 中国共据巨甲权产业 提交的正式申请 并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 和商务部的初步审查决定的 调查期限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特殊情况和延长6个月 共据巨甲权是一种可以替代铜星锡 铅等金属材料的多功能材料 广泛应用于汽车配件 电子电器 工业机车配件 电子电器 工业机械等领域 厉害关系方需在公道发布后的20天内登记参加调查 并可提交书面意见 星岛日报指出 中国商务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16条规定 决定自2024年5月19日起 对原产与欧盟美国台湾和日本的进口共据巨甲权 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调查期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产业损害调查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2日 共据巨甲权因其高机械强度 高耐疲劳性和高耐卤变性 成为可以部分取代多种金属材料的理想选择 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 商务部强调 厉害关系方应在公告发布后的20天内登记参加调查 并提交相关意见 东方日报报道 中国商务部于5月19日宣布 对原产与欧盟美国台湾和日本的进口 共据巨甲权展开反倾销立案调查 此次调查是应多家公司代表 中国共据巨甲权产业的申请而启动的 调查期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产业所害调查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共据巨甲权是一种可以替代多种金属材料的多功能材料 广泛应用于汽车配件电子电器工业机械等领域 闭海关系方需在公告发布后的20天内登记参加调查 并可提交书面意见 东方日报报道 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局上周46日 宣布成功进行了一次亚临界核试验 这是拜登总统任内的第三次 也是自2029月以来的首次 该试验在内华达国家安全区的地下实验室进行 旨在通过高爆炸药或其他方式冲击引爆武器及核材料 以观察其物理和化学反应 从而检验核武材料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这次试验结果与预测一致 获得了支持美国核弹头安全和有效性的重要数据 试验属于敏捷宁波系列 是与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合作进行的 得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支持 亚临界试验部形成足以自我维持的超临界链式反应 因此符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标准 不违反美国1992年开始不进行地下核式的承诺 国家核安全局副局长亚当斯表示 美国计划增加亚临界试验频率 以继续收集有关核武材料的重要数据 而无需恢复地下核爆炸试验 《侨报》报导 18日纽约州西部水牛城以北发生了一起 美铁Yantra列车与皮卡相撞的事故 造成卡车上的三人当场死亡 事故发生在北托纳旺达North长龙光等内心者 当时美铁281号列车从纽约州向北行驶至 尼亚加拉瀑布时撞上了轨道上的车辆 美铁公司表示列车上的21名乘客和工作人员没有受伤 根据北托纳旺达消防局的新闻稿 当地消防局在事故发生后迅速赶到现场 发现三名乘客被困在卡车内 急救人员也赶来帮忙 联邦铁路管理局二号尔的数据显示 铁路和公路平交道口交通事故是全美与铁路相关死亡事件的第2大类诱因 每年有超过200人在此类事故中丧生 乔报报道道 德州休斯敦地区在致命风暴造成至少7人遇难后 仍有超过36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 国家气象局NWI习想学家齐纳德表示 预计到下周初休斯敦的气温将达到90左右 到周中可能接近100 高温和恶劣的空气质量将增加清理工作的难度和人们的健康风险 休斯敦卫生机构已向该地区的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免费分发400台便携式空调 并启用了五个避暑中心 终点能源公司表示 已向断电地区部署了1000名员工 并计划再增加5000名员工 但电力恢复可能需要几天或更长时间 休斯敦地区的学区已取消了40多万学生的课程 学区负责人迈尔斯希望20日能重新开放学校 陷于风暴造成的损失 哈里斯县法官利纳 伊达尔哥和休斯敦市长惠特米尔 宣布当地进入灾难状态 为州和联邦风暴恢复援助铺平了道路 总统拜登也宣布 想包括哈里斯县在内的 德州七县民众提供联邦资金 《乔报》报道 1995年5月19日 驻韩美军士兵在汉城地铁车厢内 对一名韩国妇女进行性骚扰 激起了韩国民众的愤怒 随后几天 美军士兵又接连发生殴打出租车司机 和强奸韩国妇女的事件 进一步加剧了民分23日 韩国部分社会团体代表在汉城龙山区的美军第八军司令部门前举行了游行示威 抗议美军在韩国的暴行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加剧了驻韩美军与当地居民的紧张关系 也引发了关于美军在韩国驻扎合法性的广泛讨论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称 俄罗斯在哈尔科夫的攻势可能只是更大规模攻击的 并呼吁盟国提供更多防空系统和战斗机 5月10日 俄罗斯军队在哈尔科夫地区发起突展袭击 取得了一年半以来最大的领土收复 乌克兰军队虽然进行了反击 但应兵力不足 聂林巨大压力 魏林巨大压力 为了应对新的袭击 乌克兰政府通过了允许囚犯参军 和增加逃兵罚款的法律 并将入伍年龄 从27岁降低至25岁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需要120-130架F-6战斗机 或其他先进飞机来实现空中对挡 与此同时 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的克里尼亚发动了反击和无人机袭击 目标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船只和军事基础设施 星岛日报报道 胎工难五日前发生一起害人爆炸事故 一名工人在切割金属钢瓶时突然发生爆炸 导致他左臂被炸断并最终送医不治 监视器画面显示 工人蹲在地上用火焰切割机切割钢瓶时 折合钢瓶时 突然喷出一阵火花后爆炸 气浪将他的左臂炸飞 身体被炸飞数米远 受伤工人是缅甸籍的骚 汪马座医护人员赶到现场时 发现他脸部和身体多处伤 倒在血泊中抢救无效 这起事故不仅引发了对工人安全和操作规范的关注 也提醒人们在处理危险物品时甚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